九六七月份幾問開 在這個中午安禁忌與神秘的規則 也是扶高的告號 台川鄉連續第二年 競在九六七月份的暗迷 基板會打開到八重比賽 透過我們大政法新聞 在地上四個新聞警察 來看這項鄉親 如何比幾比拐與貧相 他們也表演 七月時下的暗迷 台川火車站頭前的宮廟很努力 沒有幾個月的競不氣氛 所有充滿浪漫的音樂 已經是第二年來基板的 九六月、營養花 要用營養來混亂 大家對七月兼記 也要用營養來懷念貴身的情人 我們可以換一種方式 來懷念我們的情人 那為什麼要在七月呢 因為七月 我們傳統的公司 鬼門鬼 我們的情人會出來 跟我們度過這個九月 我希望我們的情人 來跟我們做會的時候 他們會知道我們很懷念他們 他們會知道我們在這個時間 很好的 就因為有幾個月的競技 這段時間活動有較少 特別是在暗迷 因此台川鄉公訴跟代表會 是特別重視這段大型的營養花活動 就是我們來討過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幾年也有辦 一年一年辦起來 都比過去更老了 所以我們幾年有辦 幾年再辦 對 幾年辦 這個活動之後 我是沒聽到父母的啦 很多都覺得這個營養花很好 就是這樣來響長再來 又幫忙我們繼續辦這個營養花 除了好聽的營養花 既然是七月時 當然也要來多幾個多關一下 從一分鐘的比賽就很趣囉 不管是打辦之後很恐怖 很可怕 也許很可愛 對人的小孩都是生得很開心 就讓阿公阿嬤也跳團團 因為幾個月比不可怕 農曆七月會不會有禁忌啊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現在都有孝親愛 沒感覺有什麼禁忌啊 我們這位西方帶來 小孩帶來的人都覺得不好啊 不會啊 怎麼說不會 對 感覺很平安就沒感覺了 特地打扮成這樣 對 做比賽一下 可是七月農曆七月會不會有禁忌啊 呃 我沒有 我媽今天怎麼沒有把它裝得可怕一點 哈哈哈哈 因為它長得就可愛 然後不太適合 太可怕 對 有這新白營養花 台西國社的校長幾次 到校外的營養 正是用另外一種角度來看整個月 在特別的時間 用營養跟過往的親人 也有好朋友 有更美好的交流 也讓台船小孩有表演的舞台 其實我也是希望說 讓我們層次的孩子 可以站到舞台 讓他有一個機會 可以讓他感受到舞台的魅力 然後對自己比較有信心 然後以後 他也不怕這個世界有什麼挫折 還是說很多人看到他 他不怕 所以反正的孩子 我感覺很多目的 在我做校長的這個角度來看 我希望讓我的孩子 更多的機會 雖然過日七月 是花齡世界的幾個月 長久以來七月時 不然像萬禁忌也很新密 但是台船鄉 就是用營養來發展 這個五百英雄 日中華新聞 中世良 台船彩虹不得